講迪劉奶爸的第44個年頭 今天是我的生日 請大家幫我請到123說 劉奶爸生日快樂 1 2 3 劉奶爸生日快樂 非常感謝大家這麼早 就來參加我的生日吧 謝謝 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天氣好冷喔 今天是12月19號 好剛好是我生日 今天禮拜二 那今天的劉奶爸說故事第11集 11集的題目是 差點跳樓的國一生活 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我差點跳樓 那這個經驗 對我的人生是一個 蠻大的轉折點 是一個人生轉類點 為什麼那個時候會有 這麼大的 對我的這麼大的衝擊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 都是 考試成績都很好 然後小學畢業的時候 是第一名市長獎畢業 那國小的時候成績會很好 是因為我很聽爸媽和老師的話 只要爸媽覺得說功課要好 那我就會 很用力的去念書 考試 然後 到了國中之後 我發現我跟不上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小時候 開竅的比較早吧 所以小學的時候 就很聽話 很用功 念書 不管是背的 或者是數學 都OK 然後到了國中的時候 我發現功課太多了 我做不完 沒有辦法去承受了 一直到 國中 上了國中之後 我們那時候能力分班 所以國一的時候 我們 是常態分班 但是到國二的時候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是能力分班 就是把每一個常態分班的 前十名的 或前十五名的 學生集中起來 我們那時候 我念萬華國中 萬華國中總共有 二十五班 二十五班裡面 有六個班級 前面六個班級 是A段班 然後 七八九 這三個班級 是A-班 然後 第十班之後 就叫放牛班 我們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被分派到A段班 可是到A段班之後 從國中二年級之後 開始有很多功課 我追不上了 像數學 我聽不懂 有好多 有好多什麼 好多公式 我背不起來 然後就算背了之後 有很多狀況下 我也不曉得 怎麼去套用那個公式 整個就亂七八糟 然後歷史 地理 我單單考一張 我是可以把它背一背 是OK的 可是一到考試 大考的時候 全部好幾張 我就亂七八糟了 都背不起來 那也不曉得 唸書的方法 也不懂怎麼唸書 所以到國二的時候 公二就一落千丈 一直到倒數 全班倒數的 那個最後一排 我們那時候 到座位做 中間排 然後兩邊 成績比較稍微 比中間排最好 然後在 左邊 右邊 左邊 所以這兩邊 這兩排 成績是最差的 所以我每一次都坐在 那個 左邊這兩排 不是這邊就是這邊 所以算是倒數七名內就對了 一直到國中三年級 這個狀況一直沒有好轉 那有一年呢 我在 因為在小學畢業那時候 成績很好 到國中的時候 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我萌生跳樓念頭 是在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功課開始往下掉的那個 瞬間 那有一次呢 是 觸碰我的 很 最 觸碰我的鼓吸勇氣 打開窗戶的那一剎那 那一剎那 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功課很多 我功課寫不完 然後每天都有考試嘛 很多小考 我就在 因為我們那個有一個公民老師很兇 我就在有一天 晚上就突然睡著了 就一邊看書然後 躺在沙發上就睡著了 那一睡不得了 起來的時候就已經到隔天早上了 那我那個公民都還沒有看 結果我們那個公民老師 就是我們的訓導主任 很兇很兇 很兇 那 我就很害怕 想說 糟糕了 完全沒有看書 那去的時候到 應該會不會打得很慘 可是因為以前的成績都很好嘛 小學時候成績都很好 又拿那個市長獎 又拿模範聲 常常拿模範聲 所以在 父母眼中跟老師眼中都是乖寶寶 後來到了國中之後 我發現我不再是以前的那個乖寶寶了 那成績不如以前 所以在老師的眼中 我也不是什麼好學生 那個時候都是從成績去論英雄嘛 所以我覺得那個落差太大了 就在那一天 睡到隔天早上的時候 我一起來想完蛋了 然後我就開始 掉眼淚 然後 感覺就很痛苦很痛苦 不曉得怎麼辦 然後 已經睡得很晚快要遲到了 我就進去把那個房間窗戶打開 然後房間因為我們家很小 所以我姐姐他們睡一間 然後我跟我爸 我自己有一小間是隔間隔出來的 那邊沒有窗戶 另外一間就是我爸媽那一間 那邊才有窗戶 所以我又怕吵到我爸媽媽 因為他媽在睡覺 然後我自己把窗戶打開 我邊哭邊想 我只要從這邊跳下去的話 我就一老百了了 我就什麼事情都不用管他了 我就想說跳下去我就解脫 我跳下去我就解脫了 可是窗戶打開的時候 因為我家住四樓 我把頭探出去一看 哇 要鼓起很大的勇氣 我才敢跳下去 因為往下看的時候 還是蠻恐怖的 我把頭伸越出去 就越覺得恐怖 後來我就打笑念頭 我就慢慢把窗戶關起來 然後因為 在關窗戶的那個時候 發出聲音 我爸爸就醒了 然後他看到我在哭 他說 如果你是爸爸這個時候 你會怎麼做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問他 你怎麼了為什麼會在哭嗎 為什麼會那麼傷心 可是我爸不是 我爸就說 你要做什麼 很兇 那後來我媽也醒了 那我就沒有跟爸講 我在做什麼 然後我媽就問我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一邊講 就越哭越大聲 我就說這個 考卷沒寫完 然後我書也沒唸 什麼也沒唸 我就睡著了 然後就開始稀哩花了 一直哭一直哭 結果我爸不是安慰我 我爸就馬上去拿了一個藤條 結果往我身上猛打 他說 你沒用 怎麼那麼沒用 就因為那個 書沒有唸而已 就在那邊哭 那 還為了這個事情 想不開 我爸就覺得 我太沒有用了 所以要教訓我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想說 算了 在家裡 我也沒勇氣跳下去 那 出去被車撞死好了 我那時候 到國中是騎腳踏車 所以我就用跑的跑下去 牽了我的腳踏車 我都騎得很快 我想說 我的每一個路口 每一個紅綠燈 我都不要停 我就一直騎 一直騎 騎得非常快 當我騎到學校去的時候 總共過了 兩個比較大的紅綠燈 紅燈我都不管它 我就一直騎 我一直想說 只要有車撞過來 撞到我撞死最好 所以我都不管它 我就一直騎 一直騎到學校的時候 完蛋了 都沒有車 我騎的那個過程 馬路上都沒有車 我就很順利的到學校了 然後到學校之後 我車子就丟著 我也沒有鎖了 不管它了 我就跑了跑 跑進學校裡面去 進到校門口之後呢 那個情緒已經過了 我已經不傷心了 然後剛剛的那個氣氛也都沒有了 恐懼的氣氛也都沒有了 因為到學校之後 有很多同學 那我也不好意思 在同學面前哭啊 所以到了教室之後 我就冷靜下來了 就沒有什麼事情 就在那一剎那 我坐下來的時候 突然 進來的一個人 就問我說 阿滴滴你有沒有怎麼樣 那個人是我媽 然後我就想說 欸?啊我媽怎麼突然來了 原來 我在衝下來 騎著車很快到學校的那個時候 我媽也衝下來 騎著另外一套腳踏車 一直在後面追著我 因為她怕我出事 我想說 哇賽我剛剛騎那麼快很危險 那我媽也騎那麼快 為了要追我很危險 這樣一直追我 追到學校去 然後從那件事情之後 我會覺得 哇我好不孝喔 我怎麼那麼不孝 萬一我被撞死就算了 萬一如果連我媽也被撞了 那怎麼辦? 我不是很罪過嗎?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之後 我的人生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轉變 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 不再去管我的成績好壞 我就沒有那麼在意我的成績好壞 我就想說 盡力就好了 反正 考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那如果 不如別人聰明 那就算了 因為在那個階段其實非常非常挫折 我不曉得 如果你也是那種成績不好的學生 我不曉得你會不會有那種感覺 就是別人念書的時候 感覺他們好像很輕鬆 也許不是很輕鬆 但是一個晚上之內 老師規定的功課他們可以做完 然後隔天要考試的範圍 他們可以唸完 可是我在當下我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我連功課要寫完 數學題目要做完 就已經要拖好久的時間 更何況明天還要考試 那時候每天都要考七八科 每節下課都要考試 我覺得好奇怪喔 為什麼 有人可以把那麼多功課做完的 然後我發現我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 我後來就想說 算了 不管它了 了不起就擺爛嘛 我的人生從那一刻開始 我才知道 做不到的事情 我如果一直把它悶在心裡面 我會非常非常痛苦 那與其如此 反正就做不完 我就看開一點 就擺爛好了 算了 這樣我還會比較好過 我會比較好活下去 所以從那一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不管功課好壞 我就比較看開 就沒有以前那麼糾結 以前是每次都要考前三名的那種痛苦 小學從小到大的那種痛苦 我就釋放掉了 所以到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我上了A段班 我爸還是很高興 因為我上A段班嘛 但是我在A段班裡面一直保持在 到17名 我爸就一直很緊張 怎麼會這樣 我讓他去補習 我補習是從小學三年級 就去老師家補習 因為風氣的關係 在台北市 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 每一年都有去老師家補習 然後國中的時候 又去老師外面的補習班補習 那個時候的風氣就是這樣 大家就補習 所以從國一也補 國二也補 國三也補 補到國三畢業的時候 我爸已經放棄了 奇怪我怎麼補 怎麼功課都補不上去 都補不好 所以到國三的時候 我們那個A段班裡面 有七個就是倒數七名 我們七個人沒有考上國立的高中 然後前面十名都考上前三省中 就是建國中學 師大附中 成功高中 那只有七個人沒有上公立高中 那我就那其中一個 後來我就去念松山功能 我就去念高職 念職業學校 那在職業學校那一段時間 那三年我過得非常快樂 因為沒有像高中那種 那麼大的升學壓力 我在高職三年過得非常快樂 後來我又去考二專 又考到那個國立的雲林工專 我就很開心 所以我今天這個故事要講的就是 從那個轉類點之後 我發現我的人生突然海闊天空 就是我也不管爸爸媽媽怎麼想 我也不管老師怎麼想 反正我只要不做壞事 在功課上追不上別人就算了 但是我的言行舉止 我還是保持在一個正常的學生範圍裡面 那些打架抽菸喝酒 爬牆外出翹課 那些事情我都不會做 我還是維持乖寶寶的行為 只是在功課上 我就不太理他了 所以我國中被打得很兇 因為每次都是差一分打一下 如果你是我這個年代的人 應該都知道 常常被打 考試分數不到就被打 但是那件事情對我的人生 有了很大很大的正面幫助 如果我那一天打開窗戶 鼓氣泳氣跳下去了 我今天應該就不在這邊了 從四樓跳下去應該 應該 應該會死掉吧 我想 因為我們那個防火箱 沒有任何的別人的陽台可以摔 所以會直接掉到地上去 但是從那件事情之後 我就變得很海闊天空 所以在之後 我做事情 我不會很強求自己 我不會對自己 非常的嚴格要求 我不曉得這個到底是好還是壞 就是我不再是那種很追求完美的人 那壞處當然就是 我有很多事情 老實講 我會半途而廢 就是我覺得這個做一做 我會虎頭蛇尾 我會半途而廢 我覺得 好難喔 好討厭喔 我就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所以我的 我的收入 其實也是到我40歲之後 才比較 好 經濟中好很多 我在40歲之前 也是還好而已 因為我一直沒有對自己有很大的要求 OK 所以 我不曉得妳的人生有沒有 遇到一些像這類的比較大的挫折 國中的那三年是我的人生黑暗期 真的是人生黑暗期 老師 罵我們的方式都是用非常不客氣的 考試 那個分數很差 考驗就用丟的 然後邊丟邊罵 尤方育 60 去跳淡水而算了 尤方育 70 笨蛋白痴加三級 這個是我們當時國中老師 對我們這些 成績不好的同學講的話 比較好笑的是 我前一陣子 就是去年我在寫書的時候 我還把這段故事寫進去 然後就在去年的12月的時候 剛好就是一年前 我的國中同學 跟我們很要好 我們倒數7名 國中同學很要好 我們就在臉書上面寫說 我就在回憶當初的這件事情 說國中老師打我們打得很兇 然後罵我們罵得很難聽 剛好我的國中同學看到 我在上面PO文 我就寫說 不曉得這個老師現在還在不在 然後呢 如果你有看我那本書 你應該知道 我的那個網路型號懶人包的書上面寫 結果我的國中同學就回我說 他在 然後 他把他的臉書的連結貼給我 就是 我們國中老師的那個 班導師的那個連結貼給我 然後我點進去之後 我會看 哇 我們老師好老喔 已經70幾歲了 然後白髮蒼蒼 然後到處去玩 我看到他在玩攝影 他又到大陸去拍了很多大陸的照片 很漂亮 他整個臉書都是照片 原來他去運遊四海了 然後到處拍照 然後當時我看到 老師的照片那麼蒼老了 我對他心中的那個恨意已經 就完全消除了 那我在考慮說 我到底該不該加他為好友 如果後來我鼓起勇氣 我就加我國中老師為好友 然後呢 我有私訊給他說 老師好我是民國 呃 七七七八七九 對 我是民國七十七年 七八年 七十九年畢業 好那三年 國中的 呃 你的學生 然後很感激你 當初對我們的管教那麼嚴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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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然後他後面就寫說 他有回我的訊息 他就寫說 唉 一切都是為了你們好啊 哼哼哼 就這樣 哼哼哼 好 後來大概一兩個月吧 他也常常來 我的臉書看 然後幫我點讚這樣 然後那一陣子 我也點讚讚這樣 這件事情就 算是畫下一個完美的結局吧 在我的人生記憶裡面 人生記憶裡面 好 所以這段呢 在我心裡面其實 永遠不可能忘記這段故事 那這段故事 帶給我非常大的幫助 如果沒有那一次的話 我後面可能會有很多事情會 抓牛腳尖 或是想不開吧 好 所以 跟你分享到這邊 這是我那時候 在我的人生裡面 最激烈的一段 對我的人生來講 最挫折的一個時光 那我希望 如果說 你現在或是以後 也面臨到這樣的 類似的事情 讓你非常挫折的事情 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 真的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 因為 人的這一生 其實就只是一個點 什麼叫一個點呢 就是能量不滅定律 你知道嗎 在我們基督徒裡面 我們講 永生 就是人其實是 生命 不一定是人 生命其實是很長一段時間 它沒有 你不曉得什麼時候開始 你也不曉得什麼時候結束 所以它是一個很長很長的一條線 沒有終點線 它是永生的 那你這輩子來當人 你只是 譬如說你活八十年好了 你這個八十年其實只是 這麼長一段時間 裡面的一個點 一個微不足道的點 那你在一個點裡面 又糾結在一些小事情裡面 等到你老了以後 你會覺得很可笑 等到你死了以後 上了天堂 你會覺得 以前怎麼會那麼想不開 很好笑 像 你現在一定會覺得說 小時候做一些蠢事 當時覺得很嚴重 可是你現在長大回過頭去看 回過頭去看 你會覺得 它根本就是一些小事 微不足道的小事 所以如果你現在剛好卡在一個人生的難關的時候 不要去感覺到太痛苦 你只要盡量想方法去解決它 可能你是去找書來解決 或你是去問別人來解決 反正你一定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 大不了就擺爛算了 不要了 去做別的 不要太糾結這件事情 那我在事業上也做過很多 我換過九份工作 每一份工作在換工作的時候 都是一種起伏和漂泊 那種心情是很不穩定的 你不曉得下份工作 到底是不是會更好 但是 與其去擔心 你不如去懷抱希望 你懷抱希望的時候 你會過得更快樂 然後成功的機率就會更大 反正只要遇到挫折的話 你就去想怎麼樣解決就好了 解決不掉 算了 先不要理它 先做別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過得平安 快快樂樂 健健康康 我覺得平安快樂健康是這輩子我最追求的三件事情 其他的對我來說都已經不重要了 都已經不重要了 那我也希望我的家人 我的小孩也是平安快樂健康 其他的我都覺得不重要 成就公民 我都覺得還好 只要日子過得去我都覺得還好 全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我就覺得這樣就OK了 好嗎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